《刀安院遥族自治院》 但属于广州藏族自治区河池市 2016年刀安户籍人口72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54.42万人 而在刀安院遥族高中读书的 摩佬族农村男孩王孝 她和父母妹妹 就是这50多万农业人口的其中之一 王爸爸和王妈妈都是农民 每个月平均收入分别在 2000元和1500元人民币以下 相比起中国贫困线的 3000元人民币个人平均收入为低 加上家中值的甘借收成不乐观 王妈妈还有胃病要长期吃药 所以王孝和妹妹 读书和生活都成了问题 王孝虽然只是17岁 但却充满着男子气概 为了被父母减轻负担 她不介意别人的眼光 选择申请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资助 她知道接受别人的帮助 并不是耐约的行为 她知道明白自己的不足 而寻求帮助 才是男子汉的表现 王孝为了感谢帮助她的每一位 写了以下这封信 自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和广西协力辅助基金会的爱心人士们 你好 我是文庚班二班的王孝同学 这个学期刚刚进入高二 新学期总有一些新的挑战 学习任务更加艰巨了 但是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是很有趣的事 生活上还得到叔叔阿姨们的帮助 我很感谢你们对我学业的帮助和支持 你们是夜空中最美的星 最亮的星 是你们给我们山区的孩子带来希望 是你们给我们看到真善美 是你们给黑暗中的人指明方向 你们因为身为中国人而自豪 而中国亦都因为你们而骄傲 在你们身上 正正体现到身为中国人 死为中国云 夜空中最亮的星 最美的太阳 这两首歌不是就是唱给你们听的吗 星星没有月亮那么大 月亮没有星星那么多 但是夜空中 他们都特别明亮 无论那一火星来我们有多么遥远 都能够看得见 可能那一火星在月亮面前是微不足度的 但是总有人能够看见它 那一火星在浩瀚的星空中 永远是最亮最美的星 那一火星就是你们 你们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还有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空中 在一火星人中最亮面前是个地方